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舊災也是教育良機 作者 巴羽 天革風災過後 創傷至今未能撫平 即使選舉之秋 更成不少選民以政話題 如果說 凡事還有兩面性 那麼 天革說他為澳門日後的改善民生 以政的帶來一串的曙光 天革風災過後 救災團體當中 最發光最發亮的 恐怕就是一群群走在最前線的年輕人了 最後的一個星期 恰好是暑假的尾端 新生學子 可逢有機會為家鄉父老揮灑汗水 真是教者的天賜良機 如果說 社會也是一所大學的話 相信這次 有份參與舊災的年輕一代 在當中所學到的正面教憶 比四年大學所學到的都要多 我受用張事一輩子 在風災之後 第一個星期六 如果你們有上街去做義工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受災最嚴重的下環街 內港 快置基一帶 在這裡清理垃圾 清理倒樹的人群裡面 年輕人是佔了大多數 你想想 他們平常在家裡 無論男女 都是十指不碰陽春水 連媽媽叫幫忙拿袋垃圾丟下街 都恐怕要花一輪口水 但是在災後這幾天 他們可以冒著烈日 冒著風雨 忍受著令人作偶的腐臭 一代又一代 一次一次地搬雜物 掃垃圾 為一些不認識的人 不厭其煩地送水送物資 甚至爬十幾二十層樓梯 去為殘疾人士 為長者送上愛心飯盒 在這個過程中所激發的意志力 連憑蜥藥的愛心培養 對生餓 欲餓這地方的熱愛 恐怕不是父母平常在耳邊爬鬍兩句 又或者是書本 生眼地講教 就可以培育得出來 還有一個更加大的教育時刻 是解放軍協助救災 在回歸前後出生的年輕人 對中國軍人的印象是陌生的 概念是模糊的 甚至是不盡不實的 但是當親眼見到 和自己差不多年紀的年輕人 一起去並肩揮汗救災 心裏的震撼和感動 好過叫他們看十場的愛國電影 當小朋友小時候 為教兒子還有很多煩惱的時候 朋友經常都會說 兒子是人家教的 果然是這樣 年輕人可以這麼團結有力量 一來是團隊召集人指引有方 二來是朋友之間的相互力量 三來是家庭和澳門界的純泊風氣 其實還在 難怪大家面對災情的時候 還會樂觀以對 是因為在我們澳門人的年輕人身上 明明白白地看得到 希望見到澳門有未來 謝謝